大家好 今天要來講蹲舉 蹲舉的動作 那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你初學者的話 一開始要先學著怎麼樣去背槓領 怎麼樣背槓領 那背槓領它有兩種背法 一個是背高槓 一個是背低槓 那高槓的位置 高槓的位置就是會放在我們的斜方肌上 放在斜方肌上 進去 進去的時候投身進去 那這次槓領的落點要落在斜方肌上面 落在斜方肌上面 斜方肌的位置 斜方肌的位置 你如果放在斜方肌的位置上的話 手是輕鬆的 可以放在斜方肌上面 手是輕鬆的 這是高槓 高槓放的位置 那再來 D槓 D槓的位置放在我們的 後三角 後三角跟肩胛 跟肩胛的位置 後三角跟肩胛的位置 那位置當然就會比較低一點 比較低一點 後三角跟肩胛的位置 後三角跟肩胛的位置 這個 這個是D槓 那 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要放高槓 還是放D槓 那如果剛學的來說的話 先以舒服為主 以舒服的 放的動作為主 如果一個動作讓你放的不舒服 不舒服的話 那你就會不好使力 意思就是說 像 剛練前蹲的人 剛練前蹲局的人 你可能剛壓 光是放在這裡就很痛了 光是放在這裡就已經很痛苦很痛了 那你在已經很痛很痛的時候 你根本就 沒有那個專注力 也沒有那個力氣去做那個過程 那個蹲的過程 因為已經放的很痛 放的很痛苦了 你光是放槓裡就放的很痛苦 那你在蹲的時候 你會使不上力 那一樣 放在後面一樣 不管你是放高的還是放低的 如果那個過程 你在背的那個過程 光是扛出來 你已經扛的已經快死掉了 所以你根本沒有那個多餘的想法 跟多餘的專注力 去做後面的蹲的過程 所以 你剛學的話 背高槓 背低槓 都沒關係 主要 你可以都可以去試 都可以去嘗試 那你去 這兩個動作去嘗試到說 哪一個動作 舒服 舒服了 你舒服的話 在舒服的情況下 你才可以去更專注的去做後面的蹲的動作 這樣子 所以高槓低槓都去嘗試 再來是 腰的動作 腰的動作 那腰是以舒服的姿勢為主 舒服的姿勢為主 舒服的姿勢為主 有些人 有些人 會刻意的去擠腰 那擠腰動作的話 對腰會負擔很大 而且會不舒服 怎樣是擠腰動作 我們 標準動作 蹲下來的時候 腰是 保持 脊椎中力 腰是舒服的 緊張一下去蹲 腰是很舒服的 緊張一下去蹲 那怎樣叫做 擠腰 有些 有些人還是說 有一些 女生 可能會 刻意的去擠腰 下來 蹲下來的時候 會變成這樣子 會刻意的很翹屁股 很翹屁股 這個動作 這也是擠腰的動作 那這樣看起來感覺好像很厲害 可是實際上 這個是已經不是在脊椎中力了 而且 是在不舒服的狀態下 如果蹲下去的時候 就擠腰這個動作 那對腰椎這個位置 腰椎這個位置 負擔會很大 負擔會很大 甚至受傷 甚至會受傷 如果用這個動作 這麼敲的 這麼擠的這個動作 保持這樣站起來 是不舒服的姿勢 不舒服的姿勢 所以 在腰的部分 情況下 在腰的部分 情況下 就是 扛出來 扛出來 腰的動作 就維持 維持這個腰的動作去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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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教你用 擠腰的方式 這樣子扛到領 用擠腰的動作去蹲 你會發現腰會不舒服 不好處理 所以在腰的部分 就是注意這個地方 OK 大部分 很多人 蹲舉 很多人 膝蓋會痛 膝蓋會痛 尤其痛 很多人 膝蓋會痛 很多人 膝蓋會痛 很多都是 動作 角度 不好 動作角度不對 然後 一直去刺激他 一直去 給他壓力 一直給膝蓋 關節壓力 所以 會痛 所以會痛 那 膝蓋的角度的變化 當然 有人說 膝蓋不要超過腳尖 膝蓋可以超過腳尖 那些問題 現在這個都可以去做 你可以去 試看看今天講這個 那 膝蓋的變化 膝蓋的變化 膝蓋就是我們的重心 你在扛這支槓鈴 膝蓋是我們的重心 所以 一開始下去的時候 下去的時候 不要去破壞重心 不要去破壞重心 蹲蹲蹲蹲蹲蹲 一開始坐下去的時候 不要去破壞重心 不要破壞重心 蹲蹲蹲蹲蹲蹲蹲 不要破壞重心 就變這樣子了 旁邊的人光是看 光是看這個動作 是不是就覺得已經感覺怪怪的 感覺不舒服了 如果全程都不要操作條件 這樣子也有感覺比較舒服嗎 光是看的人 就已經覺得怪怪不舒服了 那這個蹲的時候就跟你上廁所的姿勢一樣 上廁所的姿勢 上廁所的姿勢 在大號的時候你會這樣倒嗎 在大號的時候你會膝蓋不要操作條件這樣倒嗎 不可能 動作一定要最符合我們人體最舒服的姿勢去做 符合我們人體最舒服的姿勢去做 就像上廁所一樣 上廁所的姿勢一樣去做很舒服 人體要在很舒服的姿勢情況下 你才能夠發揮出最大的力量 要舒服 如果你的蹲舉站距太寬太窄 站得太寬太窄 你光是在蹲的時候太寬 你就會覺得內側不舒服 站得太窄 站得太窄你會覺得重心好像跑掉 所以動作一定要是舒服 所以在蹲下去的過程的時候 一開始比較不愛重心 一開始膝蓋盡量去Hold著 做到一半的時候坐進去 坐下去坐進去 起來的時候 起來的時候一樣要恢復重心 因為現在現在是坐進去的 所以起來的時候一樣要收回來 這個膝蓋要對膝蓋要收回來 要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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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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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站起來 站起來 Hold住重心 Hold住膝蓋 再坐進去 起來的時候先恢復你的重心 膝蓋就是我們的重心 恢復 先恢復了 恢復 站直 那常見的錯誤 常見的錯誤就是一開始就破壞 一開始你膝蓋就往前 往前蹲 就是等於破壞重心了 你的重心已經破壞掉了 一開始很多人變這樣 旁邊看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旁邊看 光是看就覺得很奇怪 如果一開始下去 就這樣子 這樣怎麼蹲 一開始你膝蓋就跑前面 重心跑前面的 光是旁邊看的人就已經覺得很奇怪 這是下去的部分 地段下去的部分 要先Hold住 然後再坐進去的時候 坐進去了 那起來的部分 有些人沒有先潰 你的重心沒有恢復 就直接就站起來了 沒有先恢復重心 恢復重心 有些人沒有恢復重心 會變這樣子 直指一樣撐起來 這樣子看 是不是重心也是在前面 膝蓋重心 那壓力 壓力就會壓在膝蓋上面 壓力 壓力就壓在膝蓋上面 所以你在蹲的過程當中 在蹲的過程當中 要下去了 要下去先Hold住你的膝蓋 Hold住你的膝蓋 坐到一半的時候坐進去 起來的時候先恢復 恢復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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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直 Hold住膝蓋 下去 恢復膝蓋 站直 坐進去 起來恢復膝蓋 好 所以剛才常見的錯誤 一開始膝蓋就在前面 就破壞中心了 好 一開始下去 就這樣子 這樣破壞中心 要不然就是起來的時候 起來的時候 用姜姜姜姜姜的撐起來 膝蓋 膝蓋沒有恢復 我光是撐開撐這個動作 20公斤了 我的膝蓋就不舒服了 膝蓋就不舒服了 所以要先恢復中心 恢復 我這樣子 就舒服了 旁邊看的人 你應該也看得出來 什麼動作看起來舒服 什麼動作看起來不舒服 這是膝蓋的變化 膝蓋的變化 膝蓋的變化 再來是 戰距 戰距 戰距要怎麼調整 如果以初學者來說的話 初學者 來說的話 就是以你 上廁所的姿勢 上廁所的姿勢 為什麼要說上廁所的姿勢 因為 上廁所的姿勢 才是 你最舒服的 動作 才是你最舒服的動作 每個人的高矮幫助不一定 所以 你自己去做你 上廁所的姿勢 就是舒服的姿勢 上廁所 上廁所的姿勢 你舒服去做 你舒服去做 如果現在 如果現在我站特別寬 我相信 這個內側也不舒服 我自己的感覺 自己在做的時候 感覺就不舒服 啊 站特別窄 站特別窄的時候 也不舒服 這樣子 這樣重心 重心就不是 重心就在後面 重心就在後面 所以 你可以去調 慢慢的去調 有時候 重心稍微太後面 你就去慢慢的去調整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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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去移動 腳去移動 去移動 如果你一開始是站很寬的 你自己這樣蹲下去 蹲下去 撐一下 你會感覺到你的內側 內側會不舒服 那一樣 你就去左右調整 往去調整 往調整 那調整到 我覺得這個動作舒服 這個動作舒服 你就可以用這個動作去練 用這個動作去練 練舒服了 除非你之後有特別的需要 特別的需要 你想要練寬站的蹲矩 想要練寬站 還是特別去練宰站 宰站的蹲矩 有特別去練 如果你是進階的 進階的老手 你有特別需要 想要練宰站的蹲矩 那再特別去練 如果 以一般 以大部分 剛練的還是說 標準的站姿 標準站姿 你就先用 你最舒服的姿勢去蹲矩 因為 一定要用最舒服的姿勢 才能發揮出最大的力量 如果這個姿勢 如果 某個姿勢 已經是你 連你蹲就已經卡卡了 不舒服了 不舒服的 那相對 發揮 出 力量的感覺就會比較少 任何動作一樣 肩推 握推一樣 如果 推的過程當中 你的手太窄 你的手太寬 你自己會感覺到 不好使力 那就是不舒服了 不好使力的情況下 你就會發揮出 沒有辦法發揮出最大力量 那蹲矩的部分 細部分 就是這樣子 然後最後 重心 下去的 落點重心 落在我們的 腳的 中後段 中間後面 中後段的位置 中後段的位置 下去起來都是 落在中後段 中間後面 下去 坐進去 起來的時候 一樣 中後段 下去 中後段 那 也比較常見的時候 就是重心會跑到前面去 下去的時候 重心跑到前面去 那你的後面就會敲起來 後面就會敲起來 那就是你重心已經壓到前面去 壓到前面去的 怎麼辦 你要調整 調整到中後面去 收 中間後面下去 扶住膝蓋 坐進去 起來的時候 恢復重心 恢復重心 站直 那這個過程當中 身體 你都用舒服的姿勢 扛著就好 舒服的姿勢 扛著 有些人可能一下去的時候 變成 屁股太刻意的往後坡 那變成 身體太趴了 身體太趴 身體太趴 身體太趴才要蹲 這樣可以的往後脫 你身體已經很趴了 在蹲的時候 對腰的負擔 腰的負擔會比較大 所以你身體 保持你舒服的扛著的感覺 舒服的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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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公斤 摟著兩百公斤 甚至三百公斤 你覺得有可能 兩百公斤三百公斤 先這樣子 三百公斤先這樣子 然後再蹲嗎 很難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這個一定是 很紮實 壓在身體上 壓力壓在身上 身體 上半身積量不動 下半身做變化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這樣拉 再蹲 這樣子 沒有辦法 上半身後著 上半身後著 去做下半身的變化 那今天 今天就是 介紹蹲舉 蹲舉的 背槓 腰的部分 膝蓋的變化 腳的佔據 還有重型的落點 那今天的蹲舉 就大概了 大部分很多人會容易犯錯 容易出錯的部分 那今天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 好 謝謝大家